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間總結 我是李維宜 和大家看看內地及香港股市中午的收市情況 見到內地股市要下跌 上證綜合指數是中午收補3126點 跌41點 深圳成分指數中午收補11186點 跌108點 護森300指數中午收補3913點 跌40點 創業版指數中午收補2355點 跌18點 看看港股裏面 見到恆子今早做表現比較反覆 試過升超過300點 最終倒跌88點 半日收補19362點 國企指數半日收補6612點 跌22點 科技指數中午收補4134點 跌14點 大市成交本有602億 和大家看看焦點板塊及股份 見到豪賭股 今天全都要急插 見到澳門政府和六間博彩企業 簽署批級合同 當中承諾投資總額是1188億澳門元 當中銀河元樂也宣布 澳門政府和附屬公司銀河娛樂場 簽訂新博彩批級合同 為期10年 期限至2032年12月31日 而金沙表示 附屬公司VML獲判及於澳門經營娛樂場 行運博彩的博彩經營批級為期10年 詠李同樣公布 全資附屬公司WRM正式獲取於澳門經營娛樂場 行運博彩的博彩批級 但賭股全線都要跌 看到銀魚半日要跌4% 半日收補50.4 金沙跌得更多 半日跌超過半成 半日收補24.6 泳里澳門半日要跌1成 半日收補8.21 另外看看焦點股份 首先有700 看到科網股 今日疫市有得升 騰訊也有得升 看到權益披露資料顯示 NASPUS在星期二時 13日在場內沽出了99.3萬股的騰訊股份 每股平均價大約是320.028元 討厭3.2億元 減遲後 NASPUS的持股降到26.99% 相當於25.89億股 騰訊大股東近3個月減遲 一共討厭320億元 但騰訊股價今早仍走高 今天高見過328.8元 但半日升幅差不多蒸發了 半日微升0.9% 半日收補319.8元 另外看看阿里巴巴 看到阿里巴巴 今個月上旬新上任的 浙江省委書記 易連熊據報 星期日在杭州考察 阿里巴巴集團的企業展廳 詳細了解企業的發展歷程 商業版塊 創新成果和發展計劃等等 易連熊表示 阿里巴巴要在推動發展 國際競爭和造福社會中大顯身手 並且會爭取做無犯發展 創新發展零頭羊 融通發展服務商支撐者等 看到阿里巴巴的股價 瑞星科技宣布 鑒於當前外部宏觀 經濟環境和行業的現狀 決定推遲將城水光學分拆 和獨立在上交所作A股上市的計劃 上交所已接立集團撤回上市的申請 瑞星表示 有關推遲不會對城水光學 和集團的財務狀況 業務營運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但是瑞星科技股價仍然要跌超過2% 本日是見17.2% 另外最後看了合景泰富1813 集團也公佈 而先舊後薪的方式配售2.35億股的股份 佔了擴大後股本約6.87% 而每股配售價是2.01 較上星期五收市價 2.36%折讓了14.83% 集資是4.72億元 公司計劃將有關所得的款項 剩額約4.67億元 用於現在的債務再融資和一般企業用途 見到這一隻 今早股價已跌口低超過一成 半日要跌1成2 半日收報2.08 今天低見2.01已經去到貝售價 好 時間差不多了 現在先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自信對股恆子有眼光的話 記得參加我們 要財的股恆子送100萬黃金比賽 只要股仲來 2023 年 1 月 26 日 大年初五的恆子收市價 即送你100萬元等值的千足黃金 最接近者都有3萬元的千足黃金 保證期期有金貸截止日期 就是2023 年 1 月 16 日 大家記得把握機會掘金 如果詳情的話 可以掃上QR Code就可以看到 大家不要錯過 這個環節上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見